歡迎回到遊戲情報科,我是希治閣 今星期有那麼少朋友都有留意《Total War》最新的《三國版》 亦有人拿它與《三國字》相比 不如我借今次的機會跟大家介紹一下這款遊戲吧 如果你是第一次瀏覽我的頻道 我們最主要就是每個星期為大家介紹不同的遊戲和相關的資訊 喜歡的話就記得訂閱啦 即開始今集的《遊戲情報科》 以不同的戰爭和歷史為背景 將不同的朋友腦入面即時戰略遊戲由AOC跳對現今的世代遊戲 《Total War》今個禮拜就出了最新的一集 今次的遊戲就用大家熟悉的《三國》來做故事背景 令到有不少玩《Total War》又或者玩《三國字》的朋友都有留意它 雖然說大家都是關於《三國》的遊戲 作為一個對這類遊戲不太熟的人來說 即是好像我這一類 可能會拿兩款遊戲來做比較 接著我就有一些對這個系列很熟的朋友來罵爆我 喂!怎麼可以拿兩款遊戲來比的呀? 兩款遊戲都不是那回事 首先如果說遊戲方面 《Total War》除了以往《三國字》中招兵賣賣或者內政之外 他們的戰鬥系統是遠遠吸引過其他遊戲很多的 無論是他們的兵種或者戰術的細節上 又或者是武將兵法等等的系統上 其次你都知道《三國》有兩種 一種就是歷史向多一點 一種就是《三國》演義向多一點 所以遊戲裡面亦都有《演義》模式和《史實模式》 《演義》模式中每個武將都好像超人一樣 又有些單挑的情節 而《史實模式》就相對比較像打仗 不過老實說,有些朋友都說 如果你著重故事多一點的話 那你還是還回《三國字》吧 但若然你說《三國的故事》你熟到會背了 那我想你今次都真的要試一試 《Total War》三國 恐怖動作遊戲始終是哪一款呢? 我相信大家都各有意見 但如果你說對我印象最深的 《惡魔城》就一定逃不掉了 除了動作之外 再加上中二病的吸血鬼故事 我想有不少的朋友都是他這個系列的粉絲 今次的遊戲週年合集 雖然就不像上年月下夜上曲般高清化 但就出了一個合集 讓你玩一堆老過我和你加起來 好啦,是只老過我的遊戲吧 而且遊戲還以原本的版本呈現 可能大家未必喜歡這款遊戲 但在於遊戲的死忠來說 一次過可以玩回系列最舊的作品 都是一個不錯的回憶 今次《職業》裡面有8款舊作 不過有不少的朋友都將重點放在他附送的80頁電子書裡面 電子書裡面就有手稿、人設、關卡設計等的粉絲最愛 同時也有遊戲作曲家和Netflix動畫製作人的訪問 200多元 如果你是做設計的話 我覺得只有一本ebook都已經回了本 上星期我沒介紹這款遊戲 立即有人問我 大哥啊,之前他都起過了 這樣嚇一嚇,個個都害怕 很多人都會問 跑得快過音速的人為何要開車呢? 這個問題我都問了很多年 你又剛好有這個問題嗎? 對了,看看 Team Sonic Racing 我想你都會明白了 Team Sonic Racing 比你用一大班Sonic 的角色賽車 不是每個人都跑得那麼快 這樣拉一拉就比較平均 遊戲其實跟其他大IP的賽車都有類似的影子 不過對比起其他遊戲 著重每一個角色之間的競爭 今次這遊戲就更著重隊友之間的配合 例如有幫法可以幫隊友加速 又或者給不同的Item 隊友 令大家的距離可以拉近一點 但近年大家都玩了不少大IP的賽車遊戲 再加上這類遊戲真的推出了很多很多年 除了速度感之外 娛樂性都是大家追求的東西 我個人就覺得Sonic 這款遊戲 比起 Mario 和古惑狼好像略嫌正經了少少 不知你又怎樣看呢? 雖然說他年初已經推出了日文版 但 Kingdom Hearts 3 我相信都是少數有很多朋友忍手 忍到他推出中文版才買的遊戲 上年遊戲未推出已經推出了很多個遊戲期待大獎 是你將迪士尼的角色用全新的方法表現 就跟平時女朋友玩的ZoomuZoomu嶺不同 遊戲就將大家一直以來覺得很QQ的角色 以一個全新的世界互相穿插 那為何不說詳細一點? 人家這麼多遊戲加起來 我分幾鐘怎麼說呢? 不過有些沒有追開之前的故事 一來玩第三集的朋友 之前玩日文版的時候 就說遊戲前半都是銷售迪士尼的東西多些 有些朋友玩到差不多都受不了 但相反有追開劇情的朋友就說 嘩!這遊戲真是等了這麼多年都值得 我都很誠實跟你說 其實我沒有玩了那麼多 Kingdom Hearts 如果你想追這隻的話 我都建議你之前追回其他正傳 起碼你可以跟回劇情 今集遊戲情報科就來到這裡 為何今集的字幕是口語? 我寫了幾個字 自己都不太熟悉的遊戲 用多了時間去做功課 那就不夠時間打字幕了 好了,我是希治閣 今集我們到這裡 我們下集遊戲情報科再見 拜拜 im Oscill 保持品